一个鱿鱼游戏风行全世界 这个游戏为我们展现到为了金钱或生存 人性可以几黑暗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存 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生存 我们经历过7387股灾 89民运 金融风暴 03沙士 金融海啸 一射遇散 都生存到 这次游戏又怎样呢 GGChannel 一个全新综合的娱乐时事频道 为你们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变迁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GGChannel 视播开始 好了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9日 应该是星期一的 之前遇过过 小弟就会去有几天的行请 从不到大家做Live 但是呢 当然也会继续录制节目 放在GChannel 因为我们GChannel 每年365天 每天都要继续努力 提醒我们香港人 每天都要继续努力 每天都要继续努力 继续希望 光復香港 香港就 虽然我们失去了 但是 我们每天都要记住 我们也有希望的 还有我们为什么而战 为什么生存呢 就是希望 取得回我们曾经 自由自在的 生活方式 OK 感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也是 订阅 也是按个赞 多多留言 留言也很重要 如果你是 Pay Me Patreon 做会员支持 就十分感激 大家就高抬贵手 今天讲什么话题 我就找到 几个话题 是想和大家分享的 今天也会介绍一个 我刚刚认识的 一位音乐人 一个平台 还有一个 我之前也分享过的 一个平台 围绕 都是围绕利大 这件事 围绕利大 利大为成 19年11月 继续中大之后的利大 可以说是 差不多是 整个反送中 抗争里面 最后 最 悲壮的 一幕 因为之后 去到 过年 过年 很快就有 武汉肺炎 一爆 所有东西都停了 限聚令 接着 国安大法 接着 已经去到 大清洗 然后 接着 已经去到2021年 2022年 变成一个 举世 举世的 大作战 经历不再是 经历 香港的 抗反送中 经历不再是 我们香港人的事 已经变成一个 全世界文明 文明角度去对抗这个极权 邪恶 续心的一个世界大战 好了 里大里面 拘捕了很多人 当时有200多人 围捕 11月18号 我都有去现场做直播 那天是 不生难忘 当天的景象 和 721 和831 都是 不生难忘 OK 好了 这次又是一班人被捕 被上庭 这次是11人 11人里面有一个人聚脱 最后有10人聚成 10人聚成 其中一位 就是今天想介绍的 庄政 庄政 不知道大家朋友 认不认识 不好意思地 我都是 看完这宗新闻 笑了先认识的 我对香港的音乐乐坛 就真的是 非常之无知 不好意思 原来这位庄政叫Lester John Lester John 当然是年轻人 不呀 他不算很年轻 31岁 31岁 其实他的款式有点像 这下得罪人 有点像MC章家 Anson Kong 我觉得是有型的 有型 19年11月24日出生 刚刚过了他的生日 他曾经组过一队 叫VNP 在10年前 10年前有一个网络的 音乐比赛 就拿到香港区冠军 这个都不简单 签入了Zony 那时就出了一首单曲 看不见不时刻 和陈柏宇唱一首勇者的浪漫 之后10年就 叫做静了下来 直至 当时他签了Zony 但因为19年的时候 他牵涉了李大事件 11月18号李大事件 所以他就和公司 解了约 解了约之后 以个人身份出道 接着他就有他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YouTube channel 就叫做 庄政 你看这些歌都是19年 后开始 19年后开始 他自己做了 叫做 独立歌手 独立歌手 那我就 今天 趁这段时间 我就听回忌受 我觉得 就非常之惊讶 非常之有才华 我觉得 不下 不下于我近期听的 任何一位香港 歌手 再次证明香港真的是 很多有才华的人 也都 很可惜 当然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听 稍后再讲一下他的音乐 讲回这宗案 他就 之前 他就出了一首 单曲 我稍后再讲一首歌 谁知道被告暴动的时候 他就 刚刚宣布 5月那时 竟然跟他女朋友 Sonia 结婚 这样 他就在社交媒体 IG 出了这些照片 就说 终于可以帮照 之前都跟朋友 开玩笑 blablabla 那他在 他在 有机会 就去上一个 最后一个 musick show 这个musick show 是拍了 一个 给一个平台 叫做 叫The Vail 拍了一套紀錄片 就記錄他這一次終於有機會上台表演 但是可能是最後一次記錄了這條片 這段紀錄片是未上的 但是預告就上了 是非常之感動 預告也拍得很好 他在台上說這次是否最後一次 當然台下的反應都非常之支持 好了 首先所說的就是他19年時以個人身份出了一首歌 就叫開放世界 開放世界 不是開放世界 OK 等等 嘩打到錯了 一心急就打到錯了 OK 好 這首 那時候還是有公司作品 這首歌就好像說 其實有少少將他 因為他很喜歡打機 他很喜歡日本漫畫 他將整個打機日本漫畫 即打機裏面的 投寫人生裏面 例如一個打機 即是開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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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優興的開放的概念 面對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好像人生面對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時候他還是很正面 即是都是要將 即是覺得面對任何的挑戰 那我都繼續向前 這樣 譬如呢 有幾句我挺喜歡的 就是 迷逃等於有最大自由度 其實就是勇於犯錯 你試過不同的事情 你才可以知道 你才會找到自己的方向 或者能夠成長 你失足一百鋪 我有局就遇魂舞 極疲勞 都可知道景點分佈 景點分佈 即是在遊戲世界裏面 你走錯了 那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明明人生曲折 種無悲忌 可勝過經驗 定藍途不可等到青春碎老 但前途那裡種著花 沿途會有怪物嗎 大概先要輸過 先有必要轉過方法 平行性要注重嗎 未怕疏跌 終會跌到狠管 很正面 很青春 很開揚 我想就是 當他面對了 這個要解約 被捕 整個人生 整個前途 可能有一個很大的迷惘 他自己出道之後 那些歌 就暗默很多 就很深刻 我可能這樣說 我又得罪人了 首先他歌腦很闊 有些少少荔枝式的小品 也有 少少 Heavy Metal 式的那種 泡烤蠟喊 也有 那些歌 就真的有點像阿Jer 他的音域也很高 我聽到他的音質很好 我不知道他背後有什麼資源 但很有心機 很值得大家聽 我就不敢播了 OK 並不是怕什麼 而是怕版權 我不是覺得莊淨會沒有版權 是YouTube會Bank我 又Bank過 又要去後備時事頻道 那就不是很好 所以就唯有等大家稍而欲報 那我發出一兩條link 大家自己可以看幾首歌 或者去莊淨的YouTube 自己的YouTube頻道 他亦有IG 去聽一些歌 好了 他譬如 有一首歌 真的挺暗的 就叫做 就叫做 Will See You Soon 其中一首 就叫做 這首 Will Not See You Soon OK 是說對於死亡的恐怖 這樣就灰暗很多 譬如有幾句就這樣說 活著就是為了感受可害市民 但是也要面對這個可怕事實 未來如果只是一個未知 結果只是相信一個未必 那你填詞就是 他自己有份填詞 你表達到就是無奈和沉重很多 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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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歌全部都是這兩年的 就是19年之後 這首歌到最後 是有折錄了一兩句VO 就是疑似陳彥霖那些錄音的VO 大家都很明白他的看法 最後 他現在宣判了有罪 那什麼時候判刑呢 就1月7號判刑 1月7號判刑 所以當他在演出那裏 他說這場可能是我最後一個演出 那真的白敢交集 可以了 唉突然間又被敏感 OK 這個就是莊靜的情況 首先說 他有些片 他最後一次演出 就拍了一些短短的紀錄片 那哪個平台負責呢 就是一個叫Val的平台 原來Val就是拍了很多 這些很有質素的紀錄片 真是孤陋寡民 在他的IG那裏 他有分享過 他原來是4月成立的 就是今年4月成立 至今 Val運作了半年 這段時間 平台製作了六條紀實影片 以及幾條短片 紀錄了在露宿生涯裏面 漂泊的無家者 疫情度過三年網課的DSE考生 亦都聽過不同獨立書店的店主 在離散的時候 緊守一方文化空間的想法等等 這個平台YouTube 至今累了八千訂閱 你記得看多少 Val 現在八千訂閱 但你不要小看 他的累計view有幾十萬 其中最新的影片 叫做《無家者的輪迴》 20萬view 應該做得很出色 我還未看 我會在明天搭高鐵那段時間 但你體會了 或者今晚拖試時看了 拖不到那麼長 十幾分鐘 雖然平台的影片產量不多 但每一條都是用心製作 作為一個平台 希望繼續為大眾提供高質量的影像紀錄 深入技實 頻度增長和反應都比預期好 亦有賴各位訂閱者的觀眾支持 但影片製作時間成本高 因此一直都沒有固定的出片時間 當然懶 你還要做些這麼有心機的 亦都沒有穩定的產量 令到頻道增長防緩 社交媒體更新緩慢 亦都沒有穩定收益 有見及此 將會定立每月兩片的目標 由11月開始 會固定每月第二 和第四個星期五發布影片 嘩 你這個想法真的很進取 真的很進取 作出更多嘗試 署名就是Ryan 我猜這個署名 可能是這個平台其中一個 發言人也好 或者是負責人也好 我很希望有機會 跟他溝通一下 他這些作品很適合我的夢想 就是這個香港人Netflix的夢想 雖然他的涉及率 和他的影響力 可能比我更大 但是平台又不怕多 我經常都覺得 我又不是太覺得 對於 因為他是製作方 但是他要營運平台 很難 我是想營運平台 我的目標就是Netflix 一個香港版的Netflix 很有心機 我很期待他什麼時候會出 莊正的紀錄片 好了 說給李大 又介紹 這個我之前讀過一次 就是梁家麗 他自己一個記者 我是訂閱的 也鼓勵大家去支持 我看到他剛剛有一篇 講關於李大的 放心 因為他的文章在他Facebook上 有刊登的 所以我應該不要侵他權 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支持 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 記李大圍城 Facebook上也有相關資訊 就叫做記李大圍城 我容許小弟 在這裏 整篇原文讀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OK 那夜 李大A Core 那就是其中一個範圍 煙霧尼曼 學生跟水炮車 沒有 等我等 我按一按照片 等大家有些 更加代入 OK 嘩 這張 這張我很喜歡 OK 那夜 李大A Core 煙霧尼曼 學生跟水炮車 已經拉隔了半天 從黃昏開始 每隔十分鐘 水炮車吹前 還記得刺耳的鳴笛聲 藍色的水炮 直射這些年輕的身軀 他們撐著山 沒有走避 強力的水柱狂噴之後 就是一輪催淚彈 橡膠子彈攻勢 不斷交替著 由中午至入夜 整整十二個小時 全無間斷 就是消耗他們的體力和兒子 在攻擊稍停的片刻 我穿梭於前線抗爭者之間 他們很多經以全身濕透 跟他們聊天 很多都不是李大學生 有些是剛剛在中大趕過來 有些是在李大 就幾天了 聊了一陣水炮車尖尿的聲音 再次響起 他們又再跑上前 隱沒在人群中 橡膠子彈和催淚彈 不斷向我們發射 有人倒下來 義務救護員馬上跑去前面 將受傷的學生抬來前線 三四人抱起一個人 滿頭都是血 昏黃的街燈 影照在蒼白的臉容上 染染一色 這樣的情境不斷重覆著 他們被抬進 校園裡的臨時醫療室 裡面有十幾個救護員 不眠不憂地照顧傷者 描述一個作戰狀況 香港也有一個作戰狀況 就是這班警察 想攻入大學裡面 其中一個救護員 就為傷了腳的前線止血 滿頭大汗 留在理大經紀十幾個小時 沒有一刻停下來 醫療室裡面 有幾十個傷者躺在地上 傷寫不一 我問救護員 知不知道有幾多傷者 他說一百個被水炮者射中 有些更加較嚴重的 就是被橡膠子彈射到 一個十七八歲的左眼 就被射中 有很多就是臉受傷 腳受傷 在臨時的醫療室外面的空地 他們拿著水喉 互相清洗身體上的藍色液體 講到藍色液體 那天11月18日 我就由在佐敦開始走去 嘗試走去理大那邊 都看著水炮車經過 嘩 那種威武 然後就看著他射入了清真寺 然後搞到哪鬼 那個不鬼記的那個 立刻由藍變成黃 還要告政府那個不鬼記的 哪鬼 OK 在臨時醫療室外面的空地 學生就要互相用水喉清洗身上的藍色液體 有些藍蟹只穿著內褲 11月的晚上很寒冷 但是水炮車噴出的化學液體 令到皮膚異常灼燙 必須立刻沖洗 其實這些要拿去聯合國 這些就是反人類 反人類 你用這樣的武器 你跟一個尺度說 你跟一個文明尺度說 用這樣的化學液體 去對付一些示威者 我覺得這些是拿去人道法庭 地上流著藍色的水一直流出去 成為一條長長的藍色河流 他們緊抱雙臂 冷到發抖 然後就換來外面 送來清潔的衣服 再跑出去 有個女孩子 瘦小的身軀 承受了兩次水炮車猛力射擊 衝過身後 就算是穿上衣服 都震得很久 沒有動 救護員把他拉到一旁 用幾件厚衣包著他 明顯患了低溫症 再次走到A Core正門的樓梯 看到一個十六歲的男孩 從他身邊經過 他在前線還有三次水炮 很不容易 衝了身換上乾爽的衣服 一邊走一邊問 外援有沒有到啊 我說好像沒有 他一句粗口表達自己的不滿 我想都是屌的 然後衝衝地跑上前面 回答你這位十六歲的小朋友 想渡的 渡不了 我就是站在外援前面 攻不進 沒辦法 真是攻不進 好了 身上只有薄薄的黑衣 一條短褲 物資站裏沒有長褲給他替換 看著他的背影 瘦小蒼白的小腿 暴露在外面 球鞋包著一層膠袋 因為他實在沒有鞋給他換 這個是凌晨兩點的事 他們還要面對接下來幾個小時的攻擊 時間回到前一天的夜晚八點 理大裏面有很多送物資的學生 校友都幫忙處理物資 在飯堂煮食 清理垃圾 突然傳來消息 校方要求校內所有人士 在YCOR隔離 如果不是 十點之後 全部告暴動罪 這個時候 警察已經在幾個主要入口暴防 一個十四歲的男人 男子 十四歲的男子 在YCOR隔離開 有一個年紀大一點的抗爭者 告訴他 你出去被人拘捕 你出去就要想清楚 他很猶疑 十四歲 十四歲 哪能想到那麼多事 24歲 34歲 44歲都未必想到 面對這個情況 大家都會猶疑 他還戴著防毒面罩 人們就叫他 你扔掉 拿走了 面罩 他不捨得 但都跨過圍欄 向天橋方向下 直到兩天之後 他才告訴他 離開十分鐘就被抓了 幸好家人和他保釋 說多一次 警方要求所有人在YCOR隔離開 否則就告暴動罪 結果一出就被人拘捕了 警察就是這樣 你又不怪警察 第一 兩軍作戰 第二 我們的對手 從來都不講誠信 政權也不講誠信 那個執法者 從來都沒有任何制衡 那 陰理就當然了 不過現在沒有辦法 人家有武力 最暴力 最武力的就是香港 香港黑警 好了 繼續說回這篇文章 到了晚上十點 很多人沒有離開 幾架車在YCOR隔離開 有些警員在附近監視校內的情況 突然間有人在橋上向他們開槍 紛紛走避 連續九聲巨響 很多人以為是催淚彈 但發現沒有煙 不是催淚彈 有些人出現耳鳴失衝的情況 有些人看到強光 眼睛感到灼痛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武器 巨響強光造成短暫的失衝和失明的情況 可以用這些武器 可以用嗎 可以用嗎 你不如放核彈吧 沒有任何監管 濫用武器 當然他們說 因為你們是暴徒 暴徒什麼都可以 暴徒什麼都可以 都有他們 現在是誰帶上屋誰正確 你有武器 你有武器 你有律政司 你有法院 去遮蓋 辯護你們的罪行 但我們有時間 我們有正義 就來過 鬥長命 城內的人 沒有一個想走 死線臨近他們說 就讓他們來 殺殺我們 閃著藍紅燈的警車 拍在100米以外 放暴用刺眼的大光燈 射在城內的人 人家用雷射槍射你 你就說人家襲警 大殺傷力武器 你用大光燈又沒事的 當時傳出 警方隨時進入校園消息 我身邊的女生 即是記者身邊的女生 靜靜地坐在那裡 打電話和家人報平安 現在走不了 也沒有想過要走 她媽媽就說 如果可以走就走 那女生 沒有說話 但眼泛淚光 那時候聽到家人 血肉之軀也定不住 碰見了很多同事 即是記者 那時候公司都很緊張 她本身是一個媒體的記者 經歷過六四的同事 很多都選擇離開 這句都很沉重 經歷六四的同事 很多選擇離開 你真是 即是 即是現在給 第一件事 我覺得這句話很震撼 第一件事 即是說那些記者 其實當那些黑警 就是六四屠城 那些屠夫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六四屠城 原來我們還在面對這個政權 即是三十年前的事 其實是沒有變過的 為何這個世界可以這樣 那個氣氛很容易把兩件事連繫在一起 消息混亂 身處其中 根本沒辦法知道下一秒發生什麼事 當時有很多學校的媒體 每間至少六人被困在校內 他們無法離開 當時記協為了支援 這班在理大裡報道的 校媒和網媒 就開了一個群組 協助他們撤離 我講得不太好 有很多校媒 即是學校內的媒體 每一個媒體都有 起碼六個人 在理大裡 記協就開了群組 其中有一些很慌亂的校媒 說不如找個地方躲起來 解封先走 我說和記協聯絡 去A Corps 碰到某一間大學的校媒 之前就訪問過他們 都知道他們很拼命 那一晚大家一起熬通宵 一起站在火紅 火光紅紅的十字路口裡面拍攝 我問他 打算什麼時候離開 怕不怕被捕 他搖頭地說 現在都走不了 留多一會 我想身處當地的人 都留繼續留 後來知道他們其中一個被控暴動 大學記者不是記者 因為大學記者不是記者 所以被告暴動 多麼熟悉這句說話 被捕的時候 校媒被戳後綁在地上 附近有催淚彈橫飛 防暴不讓他們大面罩 這個已經是弱犯 反人類 幾個小時被迫吸住大量的山埃和二岳英 防暴下來了 速龍在外面 水炮車推進 一整晚裡叫喊聲不絕於耳 速龍在四方八面攻進大門一刻 前市疲憊不堪 什麼人是要做速龍和防暴呢 多麼賤格的人 多麼不知所的人 是吧 你在進攻學生 你有沒有良知 我唯有要盛讚香港紀律部隊 現在香港紀律部隊的洗腦工作 真的做得好 是吧 好像訓練特工 譬如那些訓練特工是這樣看的 要徒手捏死那些動物 要令到人完全冷血 完全聽命於任何目標 才可以做這些事 你面對學生 其實我可以想像到他們 其實他們 第一 一定是二十四小時 不斷地被洗腦 就說這班學生就是暴徒 他們想殺你 他們不斷地播放影片 然後有同輩的壓力 就是這樣 熬了十八個小時 不是受傷 就全身染藍色 忍著著刺痛 輪回上陣 跑得快 那些 沒有被速龍毆打被捕那些 就能夠跑回校內 躺在地上 有一些豪淘大哭 也有很多人受了彈傷 救護員背著一個 半臉都是血的男孩 方亡走進來 我相信這些其實有很多影片 但現在他們沒有平台播 我相信是 在身邊的救護員跟他們說 走了走了 不用怕 那個男孩在左耳流血 其實那時候為什麼要守呢 因為 亦都覺得 因為你十一月的時候 已經跟黑警 即是叫Engage 擴戰了大約四五個月 已經知道這班黑警是瘋的了 經歷過七二一 你看到八三一 他們攻進來的話 他們瘋起來 什麼都做得出 是嗎 是嗎 好了 去到 還有那件事其實是驚異 說真的 你可以很抽離 不說要守離做什麼 不要全部都放在這裏 但是 你去到那一刻 此時此刻裏面 你真的很想抵抗這班 這班暴徒 所以這件事很悲壯 這件事 好了 讀完篇文 終於熬到早上八點 他們嘗試離開 一搭出離宮 被防暴四面八方夾擊 向他們發射大量催淚彈 但是根本沒有時間去害怕 因為只要一刻猶疑 就會被擊中 其實是神經病的 催淚彈是不可以向著人射的 根據警察通禮 當然 警察通禮 當他們連法治 當香港警察 香港黑警 視法治於無民 他會尊重你那個警察通禮 是吧 極速狂奔 催淚彈就在他們椅邊飛過 在腳邊落下 真是想像不到這些環境 很不容易跑到收費廣場另一邊 如果大家有理解到洪帥的印象 發現跑錯方向 無路可走 只能反轉跑 看見有市民在圍欄向他們揮手 所有黑警 當時有良知的市民 全都站在學生的一邊 四個字贈給你們 偉臭萬年 他們一直跑過去 然後發現圍欄太高 根本跑不上 一個較矮的一邊 佈滿了防暴警 他們只能夠翻回來 穿過被打破的玻璃槍 爬回到圖書館 有些中了催淚彈 有些被玻璃戒傷 絕妄了 真的很絕妄 回到里大 有人痛哭 因為有同行的人 在逃跑時被捕 亦有人在罵 狂屌 明知報防那麼嚴密 不要跑出去 然後又爭 很多分歧 很多情緒 經歷了差不多24小時的圍城戰 肉體精神上的折騰 已經超越了負荷 烈日之下 藍天白雲 他們坐在陰暗之處 累得一拉頭就睡 還記得當時有前線說 他不願被捕 寧願自殺 大家無聲出 無言而對 記者 梁家麗 我猜這篇應該是梁家麗寫的 梁家麗 有這樣的 後續的一些回憶 他想起 李大高層怎樣 他有一件事令他緊緊於懷 當時李大校方 24小時不見中營 真可憐 聯絡到李大一個系主任 問他 校方怎樣做 整班黑警圍著你的學校 這樣亂來 你試試外國 你試試攻入牛津哈佛 你試試英國軍隊攻入牛津哈佛 怎麼整個總統 怎麼會被人拉上法庭 不是總理 問他校方有什麼對策 告訴他 很多學生被困 有些守在校門的學生被捕 打到分為流血不止 那個系主任說 我知道他什麼都做不到 找不到校長 那副校長呢 教授呢 你是系主任 是系主任 跟其他系主任 教授回到李大 警方不讓他進來 厲害 那你就做一些僑良 梳道一下 他不斷推 那個系主任不斷推 梁嘉莉就說 你回去李大跟警察 跟警察聊一下 即使盡壓力也好 他說我無能為力 然後說 我知道我是有些學生在裡面 他們不是示威者 他都不認同示威者 那麼梁嘉莉就覺得 現在說這些事情 被困在裡面的人 經已是一個共同體 當極權會跟他們分類嗎 他們被捕的時候 都會跟他們做民捐調查嗎 你認不認同示威者 不認同就離開嗎 會不會嗎 當時整個社會運動去到第五個月 你睡醒了嗎 原句就說 這個人睡醒了沒有 我比較生動一點 就是這個系主任 你睡醒了嗎 我很希望他開名 我覺得 好了 還沒完 然後呢 這個系主任還叫記者說 喂 喂 那些高層不想出來 只是給我一個社工號碼 喂 你幫我找出來 叫他帶學生出來 你老美 那個系主任叫記者 找個社工 把他的學生從裡面帶出來 哇 厲害 如果我是記者 我給你一個號碼 你幫他找習近平出來 好了 當時校內很混亂 要找一個人根本是天荒夜談 我繼續追問 就算高層出現 作為老師 你也有責任出現 學生 學校變得戰場 學生離開不了 我說這句話 你這樣跟氣效沒有分別 他沒有再說話 還沒完 好了 然後梁家麗就回去 飯堂 把四個小時前沖的杯麵 一邊吃 一邊流眼淚 麵醬 大家如果有試過沖完杯麵 我都知道是什麼感覺 吸收了味精 然後就像一堆硬膠一樣吃 很難吃 但是他不想浪費 因為物資越來越少 這個是二十四小說裡面唯一一個杯麵 最後他都跟他找個社工 但是他原來是十七號晚上想離開時被拘捕了 屌尼爐尾 多麼荒謬這件事 那個是主任 叫作在裏面的記者幫他找個社工帶個學生出來 那個社工之前那天出來已經被拘捕了 你以為是足夠荒謬嗎 最荒謬這件事 最荒謬這件事 聽完最後 最荒謬 我原句讀回來了 最荒謬的事情 在事發後大半年發生 我竟然收到這個教授的訊息 他出了書 問我有沒有興趣報道 看到這個消息 我真的不知道是生氣還是笑 對的 明哲保身 適時務者魏俊傑 他做到了 而且官運亨通 扶耀 說到官運亨通 各位網友幫幫幫幫幫 究竟這個理大系主任是哪人七個 是嗎 打在comment那裏 告訴我 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 跟他的人品從來沒有關係 當然 尤其是香港 一間學府的衰敗 不在其世界排名的升跌 而是擁有這種容許學生被傷害 而袖手旁觀的所謂校長和教授 這種為求自保而棄校 棄學生的人 實在令人癡之而悲 如果有一天 這所謂大學走向滅亡 相信沒有任何一個香港人會覺得可惜 這個情況跟中大講的一樣 我不能代其他學校講 我作為港大生 如果港大這天突然間燒爛失了 一定開香檳慶祝 那你就說 那你想那個教授怎樣 你不是繼續在這裏做嗎 這間學校 我不知道 不過算了 我真的不可以代 我其實是不能夠代 我也怕罵錯人 那些還在香港做公務員也好 紀律部隊也好 教書也好 我真的不知道 希望你們看完這篇文章之後 你們有自己的想法 今天分享了以上的一些 不同的作品 首先這位記者的Patreon 或者Facebook 大家都多支持 第二 The Vail 這裏有在錦音資源裏面拍出這麼精彩的紀錄片 我會看完之後 我希望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還有剛剛被判有罪 等待服刑的 等待判刑的 香港新的音樂人 莊正 他的音樂 我聽過幾首歌 我覺得無論音樂的質素 帶給你的能量 和當中的想法 是很值得大家去維持驕傲和支持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 感謝大家繼續支持 幫忙訂閱 支持這些平台 大家都希望大家多多幫忙支持 加入Patreon 做個會員 給個Like 訂閱 OK 明天GG Channel 再跟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 感謝國家 感謝黨 感謝青海政府啊 為咱再過去的功能做圈 這個小孩子 看已經需要多久啊 是否會在那裡 很快的時間 整個廣場要求我們B店回家 準備好 參加人太難了 真的是在杜誡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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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玻璃電視台 一起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